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今天回来继续跟大家谈谈 我们的教育策略的方针 我们再次欢迎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 消费律师还有两万里律师 两位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其实对于这个12年级的学生 即将进入暑假 这个应该说 这个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 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然后关键暑假 那这个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 很多事情我们应该要做 那首先有一个就是选校 这个选校是 等于说是定定你大方向的一个 这个第一步 对 那很多学生跟家长先看那个排名 他就根据那个排名 对啦 华人家长最喜欢看排名 没错 但是我就希望提醒华人家长跟学生 先看一下自己的税单跟那个财务状况 对对对 如果你是中低收入的最好呢不要申请外州的公立学校 比方说 University Texas University Virginia University University Michigan 你要付大概有六万块的 又没有拿到很多奖助学金 那如果你有这个收入你一定要申请UC 那你也许你不用付太多钱 你也许两三千就好了 那那个价钱差很多啊 是 比如说你是中低收入 你是学校第一名 冲刺长春藤 这个我们一直讲 法律规定的少数民族 是 那如果是中等成绩 你就不要申请外州的公立大学 因为你可能读UC付个三千五千 就是留在本周 对你读到你去外州 读公立大学你要付五万六万 那四年就是二十几万 是 那如果是不建议 不建议那如果是高等收入 然后也高等成绩呢 这个的话呢就要冲刺 UC Berkeley UCLA 还有冲刺长春藤 虽然呢长春藤最高呢 到二十五万 像我们万里做这个 Financial Aid的话呢 你说Princeton的话 二十五万 他们都还可以拿到奖助金 那如果是超过的部分的话 如果小孩子可以上得了长春藤 你知道我们父母怎么样 勒紧裤带 去 一定去长春藤 把退休金都拿出来付 是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阻止 我们也鼓励 小孩子可以上长春藤 没有办法拿到Neat Base 因为长春藤不给 Scholarship的 那这个时候要付六万七万一年 或是你是UC Berkeley UCLA 你一年要付三万五 所以以我们的父母来讲的话 他们愿意 小孩子可以上了长春藤 我们也鼓励 但是呢这个 这个蛮有意思的 你说第一个选校 第一个方式不是看排名 是先看你的收入 那 对另外一个考量 就是现在很紧张 那有什么对策呢 只要申请多点学校 那申请多点学校 学校的机会被拒绝是更高 所以提醒学生们 心里有准备 OK 你不可能被每个学校被录取 是 所以你要get tough 现在我们的梁律师 在给大家打预防针就对了 就是说你如果申请了很多学校 你就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不要觉得太沮丧是不是 特别是现在 因为有common app 所以很容易申请 那学校呢 是鼓励大家来申请 他也很容易拒绝你 现在average是要申请15所 那15所的话 你就要写好多的essay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时候 我们的万里的决战八周 可以帮助大家 然后有essay matrix 教大家怎么组合 专门针对不同的学校 会有不同的文章 那如果我们帮你准备四五篇 但是可以教你怎么拆开合并 可以申请20所 那你就很容易申请啊 是是是 而且不会浪费你之前 绞尽脑子想出来的这些 这些非常犀利的文章 其实那其实也就是说 不管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的成绩怎么样 其实成绩再好 你在申请学校 在也都是要有策略的 是 对这样子才不会 不能说我只要申请Caltek 我只要申请Pomona 我只要申请Harvard Stanford 现在没有办法 就是说你如果成绩到位 根据你们家的税单 哪一种是你黄金选校名单 这个时候呢 要多申请 多申请就要有多篇论文 还要学会怎么essay matrix 拼凑组合 针对每一个学校 他要的文章 你这样子的话 达证几率才会高 所以鼓励大家 希望在暑假期间 不要浪费了这个暑假 最好是去参加 这个决战八周 好好的把这个文章先写下来 你这样心里就不会气上巴下 你心里这个底就有了 就不会觉得这么的焦虑 那么当然如果说在这段期间 如果说家长们有任何的问题 也都欢迎WeChat 我们的小律师 都会很快地给你回答 非常谢谢两位律师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